我准备去打工了,朋友们 这样不是个办法 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到后面饭都没有吃的了 米都没有了,朋友们 没米了 吃不点饭了 没米了 大家好,我是小哥 最近很多人叫我去老婆找老婆 说实话,我非常想去 出来半年了,出来半个月了 想在路上找个老婆 太难了,太难了 想不到怎么办 在路上很难找到老婆的 出来半个月了 去哪里找老婆 很多人说叫我回去上班 但是上班能做什么呢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 回去进场吗 我想去进场啊 但是别人会笑话我的 真的,他一看 你这么大年纪还来进场吗 真的 年纪越来越大了啊,朋友们 这个自媒体的收入也越来越低 每个月赚个几千块钱 还要加油 还要加油,全用掉了啊 还要加油,全用掉了啊 真的 本来自驾游就是为了出来找老婆的 我准备去打工了,朋友们 这样不是个办法 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到后面 饭都没有吃的了 然后每天在这个路上奔波 确实找不到老婆 出来半个月了 连 连个对象都没有谈到 就不说找老婆了啊 你看年纪越来越大 年纪越来越大 像我们这类人 真的 就 就 就真的就 以后只能打光棍了啊 我不想打光棍 我不想打光棍啊 每到过年 我为什么不想 回家 是因为 你回家一个人 别人都会笑话你 离个老光棍回去干嘛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不想回家的原因 然后就是 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在路上每个月 像现在每天 要开车 花销很大 一天要花一百多 然后赚的那点钱 还不够邮费的 所以 我们的朋友们 还去什么新疆啊 真的 就算到达了新疆又怎么样 到达了新疆 能找到老婆吗 到达了新疆 能有 能有很多钱 能有很多钱吗 有钱才能找老婆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 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 每天吃了这么的苦 倒是很有意义 每天能吃到野菜 倒是很有意义 我考虑一下吧 朋友们 最近确实很多人找我去 要我去老窝找老婆 还有人 要和我结伴去老窝的 确实让我很心动 因为现在来了这么多车友 是吧 还有不断断断续续的 有很多车友跟我发消息 要来加入我们 但是说实话 我不是专业带队的 真的 我只是想在路上找个老婆 那些联系我的就路上偶遇吧 因为我实在 我自己都有时候 都想打退堂鼓了 我跟他们说一下吧 朋友们 真的很难 很难 因为我想了一下 去新疆又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意义 去 是吧 去完了之后 还不是要回来的 那个时候自己就 不是自己了吗 就能带一个 喜欢的 老婆回来了吗 没意义的 真的没意义 一年又一年了 一天又一天 马上就 年纪是越了越大呀 朋友们 这咋办呢 跟他们说一下吧 úsic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都不想去新疆了 因为找不到老婆出来半个月了 连个慢慢来 根本就找不到 阿姨必须要把你这个后半生呢 不是说废责啊 关注起来啊 发动自己身边的小姐妹 也能帮你看一看啊 阿姨虽然说年纪大 但是呢 自己能力呢 应该还差不多 这么说 我不能夸海口 但是我这个能力呢 还是差不多 真的这么说 但是你不能挑怎么样 我们江泽那边的人呢 人品是还可以的 听他们说你们那边人很现实 就是说要有这个 更说我没有啊 我跟你说 人现实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有现实才可以上金 你们说对不对啊 没现实我就拉邋遢遢的 就不会往前走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小哥我再问你一下 你现在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每个月啊赚 十四九十四 三百块钱存下来的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可以 能存下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吗 可以 这样也能找到浙江的老媳妇吗 可以 大姐她说要给我接这个媳妇 我现在 没有就是 每个月的收入确实很低啊 每个月现在卡上存额 就是两三万块钱 想叫大姐给我找个老婆 可以啊 可以 我认为啊 你现在两三千度下来 以后不一定两三 一年就有 两万两三万 十二年就是二十万 但是呢 我认为呢 你找个老婆 什么样子的呢 有共同的爱好 能出来一次自嫁的 还有一颗包容的心 因为你别说后面有这么多人想跟着你一起走嘛 是吧 我想找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 因为你年轻呀 你必须要年轻的 我年轻 我奔私了 你年纪又不大是吧 我奔私了 必须要三十岁以下 嗯 对 三十岁以下 三十岁以下 你又长得不难看 我不想找一个热婚的 没有 我没说我要给你二婚呀 我 他们都说我只能找一个热婚的 不可能 他们说 你长得这么碎 怎么可能呢 别闹 别闹 牙齿 就是牙齿有一个那一个 大家都看到的 因为你是帮人家才掉了牙齿 我真说实话 我都 中国人的美德 我都去新疆 我都打掏一堂鼓了 确实就是 身上快没钱了 又没有 又找不到老婆 没事小伙子 必须往前走 必须往前走啊 对 往前走 回来就不是自己了吗 肯定还是睡一睡的一个 不是 往前走 回来还不是那样的 还不是那样的 不会不会 幸福在前面 到时候不会 幸福在前面 到时候 到时候 梳得连裤子都没有了 在路上 不可能 不可能 流浪汉了 咋办 有大姐在 绝对不可能 到时候过年之后 又没有老婆回去之后 被别人笑死 不会不会 绝对不会 小哥这么有正力量的人 我相信 绝对不可能 真的吗 真的 你说呢 大姐 大姐说的是 非常的非常非常正确的 大姐表达得很好 确实的 我是这样子的 我这个人比较直里直去 我是一分为二看问题 很直的 我是认为是小哥是正灵量的人 全体正灵量的人 人品是没话说的一个人 人品是绝对OK 对对对对 一个人人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找地上也好怎么样也好 必须要有人品对那样才会幸福 对 这个大姐既然已经说的这么好了 朋友们 那我就暂时还是继续去新疆嘛 因为她她说 找老婆的事情 他们包了 哎呀我就放在心里了 不然我天天在这个路上走啊 说实话 我出来就是找老婆的 看过我以前的视频都知道 如果找不到一个老婆 我在路上走下去 确实走不下去了 我自己也想打亏克股 因为收益很低了现在 就是马上连饭钱都保不住了啊 先走着吧 也许真的能找到老婆的 也许年底就有一个老婆和我一起回家 那个时候我多么幸福啊 多么开心啊 我再也不用流浪了